嗨,大家好 昨天晚上刚刚又结束一个 Golf East上面的田纳西州的一个叫橡树林 Anderson County Anderson County里面有个橡树林 那么那个上面呢有一个拍卖,这个拍卖你看标的物 1234567 没有7个,总共才6个,12345,总共就5个标的物 12345,5个标的物 我好像拍动了一个啊,就是这个 其他几个你看都是挺贵的,这个最便宜的啊 还有两个,还有两个没人拍,没人要 我们看一下好吧 这个标的物就是,就是这个啊 就这个 City of Oak Ridge 这个叫橡树林,橡树林,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 我们看看看看这个是 我是溢价,溢价17.84% 他是原价3000多块 我是加 加到了550块 来看一下 就是这每一块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加价到18% 我加价的啊 他这个 地呢就是这个地址 啊 我们看这个这个地市面还有个小房子在这里 还有个小房子 我们看大一点 就在这个社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是一个一个挺挺好的一个社区吧 像树林 还可以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继续 好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 3000多嘛 就这一个 总共就就没几个标的 我没想到这个会重啊 因为大概率我认为肯定是重不了 重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 人还是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明知失败 明知失败的概率 还是要抱着 有可能成功的心态去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房子啊 躲在这个草丛里面呢 就这个小房子啊 躲在草 这个树木里面 这个0上面我们报 我们看一下报价 看一下报价 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租的话可以租一个月租957块 你看我那个3000多块拍的 3000多块拍的话 租三四个月成本就回来了 我们看一下啊 那就这个啊 16k的这个白的这个这个你看 我们看一下他周围的房子 周围的房子16万 9万 15万 17万 19万 11万 20万 周围都这么贵啊 我花了3000块钱拍 应该 应该还是不会亏的 我觉得 我们再说一下橡树林 橡树林这个地方呢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有一个美国能源部有一个叫国家实验室吧 橡树林国家实验室 这是一个叫超级计算机的一个实验室啊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做这个 在美国全国各地做这个拍卖啊 顺便也了解了美国的这个 这个地理啊 国家地理 正好是 等于你看他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叫超级超级电脑 就这个 这是橡树林的这个超级电脑 因为因为我我对科学比较感兴趣 所以对这些东西比较了解 其他的橡树林有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就知道只有这么一个 东西 那么这个拍卖呢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他这个拍卖是叫 等一下 他这个拍卖 是叫 redeemable taxdeed redeemable taxdeed 他是个taxdeed 从理论上讲他就是一个地气 那么我买到了之后呢 当然现在我这个付款还没完成 付款我还没完成 如果付款完成的应该就是说 这个地气 地就是我的了 但是他是一个redeemable的地 他这个地上面有房子 但不是说我买到了之后我马上就能进去住 我不能进去住 我买到了之后 这个从法理上讲 这个地是属于我的了 这个房子也是属于我的 但是呢还要等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面 虽然地和房子属于我 但是原来的业主 还是仍然可以在里面住 要等一年 一年 之后 这个业主 他如果还没有还钱 没有赎回 那么这个房子 通过一个 法律手续 那么才会正式的 就是变成我的 那么现在呢 从理论上讲 就是 从产权上讲 这个是我的 但是呢 原业主还是可以在里面住一年 当然了 如果这个原业主 这个人知道被拍卖了 在住的期间就瞎搞 把这个房子搞得破破烂烂 那也没办法 甚至把这个房子 把它搞破坏 垂心乱弄 那也没办法 因为 这就是一个 叫 这其实就出现了一个 叫产权 跟使用权 分离了 产权是我的 但是现在用和住 还是原业主 就在里面用 在里面住 当然原业主他可以赎回 原业主赎回的话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把我的本金和投资的钱 拿到 那么田纳西州呢 应该就是可以 你投资的这个钱 可以拿回来 我大概的调研了一下 田纳西州应该是可以把你包括 溢价所拍的钱 都拿回来的 溢价的钱也能拿回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虽然拍的溢价 其实 应该也不会亏 应该也不会亏 只要能把 拍的本金 我其实要求不高 本金能够回来 也就可以了 没 无所谓 那个溢价能回来 那就那就那就 那就溢价也能回来 溢价本就是全额 都能回来 那就最好 所以 这个投资 应该还是不错的 就是 就是拼一下运气 运气好 这个业主他不输回了 一年后 这个房子地就是我的了 那个房子地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这边看一下 你看周围的房子都是值十几万十几万十多万的 对吧那肯定不会亏 我这个拍了才多少钱 我猜 我猜3000多块 啊我3000多块拍来的 对吧所以肯定应该 不太会亏 就算他房子烂了 被这个业主破坏了被火烧了 他那个地应该还是 还是我觉得那块地应该值 值个 一两万应该没问题的啊 啊这个地方 橡树林这个地方 好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这个redeemable tax deed 就是 产权是你的了 但是原来业主还要在里面住 还要住一年 一年之后看他不输回 那么我就有希望就有可能是我的了 好吧 啊就这样子简单聊一下 拜拜 拜拜